一项由中国教会发起的拯救AML急性随细胞白血病患者 圆圆骨髓捐赠活动 周日4月18日上午10点至下午1点 在Southmate中国教会门外广场 在举行无接触自家测试骨髓库登记活动 这次共有25人参加骨髓登记 再度发挥了爱心协助的精神 请看报道 由于圆圆年仅7岁 捐献者的年龄仅限于18到44岁之间 圆圆和哥哥都有AML的遗传易感性 治愈的最佳机会是进行骨髓移植 由于少数族裔在美国骨髓登记处的代表性不足 因此患者找到骨髓匹配的机会也低得多 77%的白人可以在骨髓库中找到最合适的人 而亚洲人仅40%的机会找到匹配 为了挽救圆圆以及其他孩子 骨髓库昨天在中国教会门外进行无接触 自驾测试 捐赠者坐在自行车上 以棉签擦拭口腔内侧 即交送给工作人员 如果配型成功 超过75%的捐献者 是通过外周细干细胞捐赠 机器人从一只手臂上抽血 提取所需的细胞 然而通过另一只手臂将剩余的血液返回 所有参与者都期盼圆圆这回能找到骨髓匹配的机会